一代 银建公司大佬拿香祭祀 全台最贵豪宅正式上梁 不过考验恐怕才开始 因为背后房税高得吓人 我背后的这栋豪宅第一年的房屋税 可能就高达724万 地方政府财库可说是大丰收 统计今年前9个月 全国房屋税已经课征722.3亿 超过全年度预算5.9% 其中新北市高雄市房屋税都有百亿左右 台北市税收更是最丰收 151亿全台之冠 超征幅度高达13% 持有税大涨政府笑了 但房众业者连很绿 不动产工会统计台北市房众 有经营许可的2588家 但真正开业的只有1016家 等于39.2%在营运 另外超过半数房众恐怕有经营危机 其实跟税有一点点的关系 但是呢其实税达到的是投资客 如果说今天房众店跟投资客 是狼狈为奸的话 当然这个房众店倒的会比较快 营建宴跟房众全都苦哈哈 不过前北市副市长张金二 发文力挺涨地价税 他说自己三间房子持有税 今年总共才多了一千多元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增加的税都不高 那些少数极端案例不该计飞城市 却被乡民打脸 是因为张金二的房子都是老房子 才没有涨吧 他本来就要缴三十几万的税 多一千还是很多 所以这些人在喊说 啊 你要我死了 但是他们是囤房客 你觉得他们喊有道理吗 政府人民没有共识 小老百姓看看地价税单 心里自有一把尺 东森财经新闻流指沈玉腾 台北采访报导 台北采访报导